非洲女孩远嫁浙江农村 为爱嫁给中国农民 如今摇身已变成千万网红 号称非洲版离子切的Rose 到底有多厉害 不同于那些非洲网红 油稿里头鸡蛋稿里头的土味视频 Rose绝对是所有非洲媳妇中的一股清流 作为一位远嫁中国的非洲女孩 Rose除了肤色不像中国人 其他的所有生活方式都与中国人无异 尽管生活在农村破旧的房子里 但Rose却将屋子打扫得非常干净 从来不会让粉丝感到一丝不适 而他做中国菜的能力 更是凌驾于许多中国粉丝之上 Rose经常会在自己的视频中 分享美式的制作过程 一个非洲人教中国人做中国菜 确定不是搬门弄斧吗 别看Rose不是中国人 但他做起中国的美食来 那可是丝毫不含糊 浙江的美食黄米科 山粉科 四川的波波鸡 重庆的麻辣香锅 鸡公宝 这些火遍各地的美食 都曾被Rose搬上过自家餐桌 并且卖相都受到了各地粉丝的认证 除此之外 他还做过臭豆腐 雪花酥 糖葫芦等各种小吃 并且每一份食材都是来自他的新鲜菜斋 简直堪称非洲版李子柒 而除了这些知名的美食小吃 Rose更是做过很多见都没见过的传统美食 比如广东传统的糕点波仔糕 看上去晶莹剔透 软软糯糯 宛如果冻一般 要不是被Rose成功复刻 很多网友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美味 而当他准备买猪油做猪油糖时 就连卖肉的老板都感叹 真是没有你不会的 看闺蜜英子与自己一样远嫁 Rose便细心地特意为他制作 贵州有名的灰豆腐火锅 当雪白的豆腐裹上炉灰下锅时 Rose又成功让不少中国粉丝长了见识 在Rose的带动下 不少粉丝纷纷加入了跟他学做菜的行列 跟着一个洋媳妇学做中国菜 以前从来不敢想象 不过更让人佩服的是Rose不仅喜欢吃中国美食 对中国的一些魔鬼食材也是毫不畏惧 听说很多人都不喜欢吃香菜 Rose一度非常质疑大把香菜 而很多人都不敢挑战的折耳根 Rose也将它做出了花样 一份用来凉拌 另一份用来炒腊肉 一家人吃得十分美味 可网友们却纷纷调侃 这就是黑暗料理 而Rose除了能做的一手中国菜 网友们也非常喜欢他身上的善良与质朴 不直播 不带货 光靠做饭就能收获千万粉丝的关注 非洲媳妇Rose到底有什么魅力 小到各种特色零食 大到各种下饭硬菜 甚至是各种古法补品 Rose全都不在话下 家常里短人情往来 各地风俗节日 Rose也都十分了解 加到中国八年来 Rose不仅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文 还做的一手中国美食 与农村的左邻右舍相处得十分和睦 成功被贴上了中国话的标签 可谓是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 但粉丝们除了敬佩Rose出众的厨艺 更喜欢他视频中最真实的纯朴与温暖 因为儿子想吃臭豆腐 Rose就特地提前一个月准备卤水 即便臭到想吐 也会憋着气为儿子准备这份独特的美食 体谅到闺蜜与自己一样远嫁想家 她便经常为她做来自家乡的贵州美食 而作为一位中国媳妇 Rose也将中国独有的人情事故 发挥得淋漓尽致 闺蜜给了她一块猪肉 她便回家做好瘦肉丸 拉着几个好姐妹一起吃 过年去闺蜜家拜年时 也一定不会忘记带礼物 每次Rose做了硬菜 都会拉着村里人一起品尝 她对邻居们推心致富 邻居们也将她当成了自己的相亲 这份邻履间温暖的相处模式 让很多网友既羡慕又怀念 而嫁到中国的Rose 也把中国人砍价的本领 削到了骨子里 每次赶急买东西 Rose都能熟练地跟大妈砍价 原价80元的一条裤子 Rose生生砍到了60才罢休 不过虽然眼看中国是砍价技术 走出了国门 网友们却并不满意 Rose的砍价能力 纷纷在评论区向她传授更高的技能 砍不下了转头就走才是王道 看来砍价的精髓 Rose还是学得不够深 其实生活在中国这么长时间 作为外国人的Rose早就被接纳 疫情开始时 Rose也与大家享受了同样的待遇 能平等地在中国接种新冠疫苗 Rose感到非常开心 也特别庆幸自己当初嫁到中国的选择 不过最初看到Rose这样一位非洲媳妇 在网上走红时 也有不少网友产生质疑 有人怀疑 她是被拐卖到中国来的非洲人 对她的遭遇产生同情 而当Rose越来越火 大家也纷纷质疑 她的背后是有专业团队操控 毕竟Rose是不认识汉字的非洲人 她的老公也只是一个农村人 他们怎么会懂得如何运营自媒体呢 尽管Rose如今粉丝已经突破了一千万 可是她却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直播带货 从她的视频当中 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一家人 传递的幸福与浓浓的爱意 而出身农村的她想要靠短视频谋生 也可以理解 而随着Rose吸粉的能力越来越强 网友们对她的身份也更加好奇 从非洲乌干达嫁到浙江农村八年 为了爱情不期跨越国际 非洲其份Rose与她背后的中国男人 让千万粉丝好奇不已 或许很多粉丝都不敢相信 网红Rose其实是一个90后小姑娘 93年出生的她如今才29岁 Rose出生在非洲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为了缓解家庭压力 小小年纪的她就不得不出门打工赚钱 20岁时Rose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在一家中国老板开的家具厂里做销售 原本她会和很多非洲小姐妹一样 将来会按照当地的习俗嫁人生死 可没想到她却与遥远的中国产生了不解之缘 在工作中 Rose认识了一位中国女孩 两人聊得非常投机 后来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而这位小姑娘与Rose相处时间久了发现 她性格大方开朗 为人也非常实在 并想着让她嫁到中国 正巧自己的表哥还单身 于是她便将表哥的联系方式给了Rose 但当时Rose才刚刚20出头 表哥却已经30多了 比Rose整整大了10岁 年龄上明显不太合适 不过出于礼貌 Rose还是一直和表哥保持联系 Rose年纪小 在工作中总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 只是表哥的建议给她指明了方向 对她帮助很大 两人也聊得越来越投机 随着联系的时间越来越长 Rose也发现 她对这位中国男人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感情 即便两人的聊天 常常需要翻译软件加持 但语言的阻碍 斩不断两人的感情 后来Rose鼓起勇气 向表哥发送了自己的第一张自拍照 对方也向他发出邀请 让他来中国看看 或许是出于天生喜欢冒险的本性 Rose终于决定奔现 离开了自己生活20年的地方 飞到了遥远的东方古国 为了欢迎Rose 表哥无间云带她游遍了大小名胜古迹 北京 上海 杭州 都曾有过两人的身影 而来到中国之后 Rose发现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国家 也对眼前的男人依依不舍 于是为了追寻爱情和幸福 Rose便决定要留在中国 跟着吴建云一起回到了浙江农村 还迅速领证 成了合法夫妻 在吴建云的帮助下 Rose很快便掌握了一口流利的中文 他们的儿子也很快出生了 吴建云曾经是一位厨师 为了让妻子更加适应中国的生活 他便将自己的一身本领 全都传授给了妻子 Rose本身就勤劳质朴 称家之后 小两口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尽管他们住的房子 并不是什么豪华别墅 可Rose却将它整理得整洁又干净 平时在视频中 Rose做饭 吴建云就负责为他添柴烧火 夫妻俩过得十分甜蜜 吴建云还会经常给Rose 准备各种小惊喜 虽然两人不论是从年龄 还是从外表上都差了很多 但网友们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小两口满满的幸福 如今Rose凭借个人魅力收获了千万粉丝 俨然已经成了一位最受欢迎的杨媳妇 其实不管是不是中国人 只要爱中国 喜欢中国的文化 就值得大家的喜欢